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拿出你的手机或平板 在Google Play或App Store搜寻QPESUMS剧烈天气监测系统 安装成功后,点开App,会出现雷达回坡观测图 用两根手指就能放大、缩小、轻松掌握各地天气 还能随时更换底图哦 画面的右下方标示回坡值对应的颜色 回坡值越大的区域,雨是可能越大 左下角选择动态播放 看看雷达回坡的移动方向 就可以知道雨区的变化 让我们知道哪里雨会停,哪里雨才要开始 外出购物、洽工、缩服野生怪兽时 最恼人的就是午后雷震雨来得又急又大 出门前Q一下雷达回坡观测和未来一小时雨区预报 看看哪里可能会下雨,就能提早准备雨具或调整行程 不让大小雨滴们影响我们的心情 假日外出踏青、西边游气、登山 除了随时Q一下雷达回坡观测之外 只要点开产品下的24或一小时累积降雨图 就可以了解各地过去一天的降雨情形或一小时的降雨区域 另外,它还贴心设计了下雨情况的警示功能 开启警示设定后,透过警戒值三选一、警戒半径及目前所在位置 这时要记得打开GPS功能哦 对了,还可以自定乡镇市区 储存设定后,当所设定的地方雨量达到设定标准时 它就会主动及时发送通知 就像启动了预警防护照 让你外出玩得更安心、更开心 天有不测风云出门前后请随时Q一下守护自己家人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